大家好,歡迎來到暗黑門的頻道 今天回到龍珠瑪利吉展 就是昨天收到最新消息 在官方的Twitter說 全世界三滅下載的活動 將會在8月17日,日本時間8時 香港時間7時,晚上7時 會有一個YouTube、Facebook的簡介介紹 來到這裡講解一下 接下來Documental會有什麼活動的預測 以及有什麼新卡去估計 我們可以去看看 接下來會有科獎券 科獎券是什麼呢? 可能是新玩家的 因為之前一直以來 根據上年25億打後 抽到今時今日的時間 每50石抽10次卡就會有一張科獎券 所以為什麼會叫科獎券? 就是因為有機會有些人 只能夠抽卡 所以你就會有很多 那就是 過去的紀錄 會有1.5億 2億和2.5億 如果你想知道科獎券有什麼卡抽 也會說回到你那一年 所有Doken的限定卡都會在裡面 不過你預計率也是比較低 如果詳情想知道 上年我和阿Dee和安特的科獎券大連抽 你去看之前的Youtube影片 應該在右上會看到一條連結 另外一個活動就是 一個國際版和日版的玩家大表評 這個就好像是 一些活動 你越是大家要鬥用體力去做任務 看看哪一邊最發達的任務 還有一些紀念卡給大家 左邊這個就是當時的兩億下載 是一個比特拉和阿樂 就是關於當時欠這個莊子 誰是最好先生的 如果沒有記錯 就好像日版就是比特拉 國際版就是拿了阿樂 上年2.5億就是南美星篇 就是打菲利 就是有菲利和悟空 又是後期的 聖出者就是日版就是拿菲利 而悟空就是國際版 回顧一下過去 這個就是1.5億當時的抽卡卡機 你看到大部份當然的卡都是小 這些是第一代的限定卡 然後中間有限定卡 還有一頭五張 這個是屬於第二代的隊長 當時就是一個屬性卡 屬性卡的隊長 屬性3%加3氣 對比分現在都加100多 當然是差很遠 之後呢 就去到200億的下載 那就是會 都是有剛才那些部分的 你看到對準卡在上面 之後也會有兩張的 舊時的多勤卡 但到現在還沒有限時覺醒 在此時會有 還有中間這兩張 就是第一代銅紅和男神比咕洛 也是第一代的超屬性和極屬性的隊長 當時只有3%加50% 是比較低的 但現在就不用說了 去到很厲害了 之後呢 就說回這個 這個2-1下載 其實如果計算國際版 是當時是國際版 完了兩周年的時候才出的 這個活動 剛剛國際版兩周年 就是出了一張 現在大家都常抽到四周年 就是超4、悟空和超4、比達 但是當時悟空是力屬性的 最有比達是速屬性的 剛剛是在玩120%的超屬性 超屬性和超力屬性的那個時候 就是加120% 不過入版又剛剛玩完那些屬性的隊伍 剛剛好 就去2-1下載出了全新的女別隊長 我相信這兩張大家都知道是 玩什麼屬性 左邊又是融合 右邊又是邪惡惡龍編的 這兩張又是當時2-1下載出的新卡 而國際版方面 也是剛剛第一張的類別卡 但是那時候好像是未開放類別的隊長技 只不過是出了一張卡 讓大家玩一下 去到最近2.5億 就是2.5億 當年的卡機 就是上年來講的 而上年的卡機 剛剛過了三周年 也是8月尾到9月頭 又是有一張 你會看到上年那些 屬於類別隊伍 例如這一張 中逆不犯 或者極竟不兇 也是有些新卡 可以讓大家抽到 到2.5億 這些可以抽到舊Doken 有什麼新卡 分別 首先第一 上半部分 出了兩張新的變身系列 有變身悟空和變身菲利 而這兩張卡 也是在現時四周年的卡機 都可以抽到 雖然大家可能都抽到 這是當時新出的 變身類別的卡 上半部分 當時大家一直吹 因為當時是南美星篇 一定是悟空和菲利 當時的Campaign 大家預計 可能會有一張新LR卡 因為這兩張是UR的 LR卡就是 不與非 就是龍珠超時期的卡 其實Campaign主題的角色 都是那兩張 不過是一張新的LR卡 相信大家可能已經抽到 或者在用都未定 詳細 不當你去看我之前的影片 就會有講解 好 究竟接下來 現在的3億下載會有什麼 首先大家看到這張照片 不知道大家想起什麼 我就會想起 這張照片 其實真的 屬於思路編 因為這張照片 如果大家有看回龍珠改 就是剛剛 吳空在南美星篇 擊戰後 就修煉後 修煉後 回到地球時 出來的太空衣服 詳細看回龍珠改的第57集 可以看到 因為來了一個未來人 杜拉格斯 所以大家都知道 吳空會在這裏出現 杜拉格斯跟吳空 講解當時的世界 其實只剩下他一個超級殺人 他想阻止 不要讓思路出現 所以 不要讓人做人出現 因為那個世界還沒有思路 所以 回來 跟吳空說 多少叫 多少吃藥 大家要好準備去修煉 去準備新的華人 所以 給了一瓶藥 叫吳空好好待著 三年後記得吃藥 去防止他病毒性心臟病 詳細看 現在 在日版方面 已經是 維持了人做人編的活動 我自己覺得 因為他出了一張新的LR 一張是傳說 不是傳說 不是傳說 這個是頂上對決鬥 頂上對決的卡機 即是你要不停刷卡 刷到7、8、7、6、7 才升到LR 那些 Campaign 有這張新卡 人中生命在LR 所以 接下來 到底三億下載 什麼新卡 其實 外界外 一直在吹 一件事 就是有一張 不犯和思路的卡機 疾的卡 如無二日 應該是現身類別 這張在外國就傳得很盛行 不知道會不會是 我自己也挺想會行這個Campaign 始終 不犯就真的欠了一張變身卡 那 如果有了就好很多 那也有思路 都是 那變了 外界外外 外界有說過 例如有些 可能是 爆衣桔蓮或者爆衣桔蓮的無果忌忌悟空也有機會出新卡 那些應該是LR卡 但跟Camping有些不太合 所以我個人推斷吹水 有機會出這兩張都未定 變身誤犯和變身思路 有機會思路可能是第二形態 之後才變成完全態都未定 由台變回上來都未定 所以就拭目以待 到時是17號 就會和大家一起去看一看直播會說什麼 我個人推斷買寵會出人造人編的活動故事 希望沒有猜錯 到時詳細跟大家分析一下 記得留意我的頻道 下次回來再見 拜拜